好那么在早上7点58分发生了规模7点2的地震 造成了花莲许多房屋倒塌 那么市长魏佳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来了解状况 他表示花莲施工所已经在中华国小开设了收容中心 也备妥了各项的民生物资 那么由于余震不断 有担心疑虑的民众都可以前往中华国小 如果有接驳需要也可以联络市工所 04-03大地震 花莲市长魏佳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了解状况 花莲市工所也配合先政府开设灾害移民中心会整各地灾情 早上7点58分的时候发生了规模7点2的一个地震 那目前现在佳燕也在现场 那陪同我们各所属的一个机关 包括先政府跟消防局等等军方救灾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边花莲市工所已经跟我们中华国小这边做一个联系 那也希望说我们在后勤的部分 能够让我们安置的人员现在有一个地方可以先安置部分 那目前现在还在救灾当中 担任市长期间遇到0206 现在是先员又遇到04-03 魏佳贤也立即联络上台积电寻求资源应助 其实在地震 花莲是一个频繁发生的地方 尤其是东部地区 那0206也发生非常大的一个灾情 那现在04-03那这个灾情也不亚于当时候的0206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所有的民众余政还是会继续 那还是要大家要戒胜恐惧 还是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范措施 像孩子平常教育趴下掩护稳住 这些都最基本应该要有这个观念 那防灾的观念 那我们也真的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投入防灾 那这次还是希望有外地的救难单位 还有相关的一些机具 也能够进到花莲来做相关的协助 那也希望大家都一切平安 市长魏佳燕接连前往了天王新大楼 和北冰街了解最新的灾情 并且赶往中华国小收容中心来关心受灾民众 他表示花莲市还有很多处大楼和房屋受损 恐有安全疑虑 呼吁民众在关闭瓦斯事后 如果有需要可以前往中华国小来安置 那安置中心我们目前也要过去 那看看有什么需要 我们先会先准备好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余震 因为这次的地震真的是非常的恐怖 也非常的危险 请大家一定要一定要注意 建旅会幻视报导